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回刘强东估计是被逼急了 当天就有条事发当晚的监控视频 发放到了网上 谁主动放的大家都清楚 好多人觉得刘强东是被套路算计了 纷纷同情他 北京大妈以为万万不可 刘强东虽然没有强奸 但是出轨了 虽然没有法律上的问题 却有铁证如山的道德问题 很多人指妈女大学生 却很少有人说刘强东道德败坏 大妈觉得这种导向本身就有问题 有人说大妈保守 说要是在美国会如何如何的 其实美国是天主教国家 像刘强东这样的人犯这样的错误 会受到社会极大的谴责 不会像咱们中国这么宽容 北京大妈知道刘强东是苦出身 但你不能手里有了钱就为所欲为呀 企业家要做社会的表率 而不应该是西门庆 大妈觉得这两年刘强东有点忘本了 前阵子京东队旗下18万名快递员取消了底薪 工资全靠提成 每人每月的收入降低了2000元左右 此外还降低了快递员的住房估计金 从12%降到了7% 对和京东一起打拼多年的底层员工动刀子 另外刘强东还在京东实施996工作制 简单来说呀 就是早上九点上班 晚上九点下班 一周上六天班 中午吃饭休息一小时 货更少 一天上十个小时以上 你老板倒是爽了 可想过员工吗 他们还有时间陪老人和孩子吗 一家子都被绑在了企业身上了 这比教科书上的资本家可狠 刘强东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原来他觉得京东的员工太多了 工作不卖力 是在伤害京东 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 北京大妈就纳闷了 这到底是谁在伤害京东呢 你在美国出轨 被关进了看守所 让京东股市大跌 是成立以来最大的危机 你才是京东最大的罪人 你在带头伤害京东 而不是普通员工们 喝着你们老板就是 老我落在了猪身上 光看见别人黑了 一转身就打着高尚的名义 把跟着你打拼的底层员工的利益 出卖了 你们老板除了赚钱 能到员工家里去看看吗 他和你们花天酒地的生活 可不一样啊 他们也许就指望着这两千块钱呢 孝顺父母还贷款 我得说一句啊 你可长点心吧 这两年国家出台好政策 异地看病能直接保销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医院都能 哪些医院可以呢 北京大妈托人做了个查询工具 最后还是四句话 强东被圈套 关进美国号 谁在害京东 开眼高处找